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欢迎继续收看 购物天堂 我是节目主持人Martina 当时我们不同的节日 都会送一些礼物给朋友 家人 甚至乎是情人 但我們亦會有禮物之餘送花 大部份都是禮物為主 而花就好像是配角 但會否反過來想 花就做一個主角 而禮物才會是配角呢 我們今天就很高興請來 今天的嘉賓是阿珊來和我們聊聊天 Hello 阿珊 你好 Hello 你好 阿珊 我剛才就提到 其實我們一年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節日 可能朋友生日也不知道有多少個 我們都會送禮物 而花也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但大部份可能都會覺得 送一份禮物再加花來配襯 但其實現在會否反過來 真的花才是主角 禮物才是配角呢 是的 這個完全是有可能的 其實如果用到這個花去做主角的話 禮物是配角 這個潮流是何時開始的 其實我覺得之前就不常見的 但是我們就有個Gifting Concept 大約是我們公司 由新加坡過來大約六年前 我們就帶了這個Concept 我覺得香港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多元化 我們整個系列有幾百個產品 主要是你會見到很多很漂亮的花 還有有時是植物 他們就是各產品的主角 但會配襯一些很合意的 小心意的禮物 它整個作為一個禮品 它就很完整 不會怕 可能就這樣買份禮物 又好像很單調 但如果有花再加禮物的話 就完全不熟悉的 有誰會不喜歡 對 完全是 而且它會很漂亮 如果遲些我們會看到一些產品 平時你可能用小策子 裝著 用包裝紙包 來這樣送 但味道其實不太大 其實它用一個化妝紙去的話 極其量都是 真的那個化妝紙 可能顏色比較漂亮 或者有一點點立體 當作為一個蝴蝶劫 但是如果真的配合了花 大家融入了一起的話 其實花已經是 本身已經是漂亮的了 對 再加上有禮物在這裡 就很實在了 對 感覺是相當不同的 真的 但花都會有分季節 可能有時 當去買花的時候 都會聽到 這次來的花 或者是哪裏出產的 這樣又會特別漂亮 如果作為這個禮物 那有沒有有分時令去呢 其實在香港是好的 因為我們有四季 我們都盡量會配合 有些季節 會來一些合季節的花 譬如去到冬天 我們會看到一些珠頂蘭 如果夏天 有些夏天的感覺 我們就用太陽谷 去日葵 那些 還有秋天 就是壽球花的一個很旺的季節 我們會配合季節 來做一個配襯 阿山 其實大部份 光顧的人 通常會讓你們去選擇 用什麼花 還是說他自己會很有idea 已經選定用什麼花 其實我們有一個好處 就是把所有產品的設計 很確定地放在網上 還有我們有一本很完善的catalog 其實是一個多媒體的形式 去把我們的產品的款式 全部放出來給客人選擇 不用你自己想 我們已經想好了 每一年我們都有一個 產品設計的很大的動作 客人基本上就是靠這些不同的方式 靠人資訊去選擇產品 然後跟我們下單 的確 因為自己其實也試過買花 也試過把它做一個裝飾 但我發現其實 你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可以將它們合併 或者你選幾樣不同顏色 已經好像很漂亮 但當真的做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去做到它漂亮 我就以為如果做得多 可能款式或者看上去的感覺就漂亮 但做出來往往 就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若然有得是 真的看到的製成品 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但有沒有說 其實剛才我們提到花 就是有這個時靈 就是真花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是絲花來做的呢 當然用絲花是一個選擇 不過我們會注重用鮮花 因為感覺是不同的 有香味 還有特別有生氣 但是如果用真花的話 一般我們可能當情人節收到花 收到花之後 其實我們可能回家 就會把它換入花瓶裏面 但往往好像很快就會借 其實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令到花是可以保存得久一點的 是有辦法的 譬如我們在處理花的時候 已經是很關注它的生命力 我們會用一些專業用的養花液 我們在處理花的時候已經在用了 這個對花的 即是它可以擺多久是很有效的 然後其實我們 如果送給別人的話 我們又跟回一包 即是跟回一包 類似是液體還是怎樣 是粉狀的 在一包裏面 那些客人收到很漂亮的花之後 基本上你回去 然後展開你調開 拜花瓶 其實時間可以長多20至30% 即是如果平時擺到3天 那你現在可以擺到5天 7天 而且水會保持很乾淨 我們說了那麼久了 事不宴遲看看食物 好 我看到在左手邊 即是近阿山 你多些 它好像一本書一樣 其實它是… 這個想法是甚麼 來自甚麼呢 其實呢 有時候我們就… 只這樣看花 花本身很漂亮 但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你送花給女朋友 我們是有一段故事在後面的 有一個love story 在那裡的 那這個概念 它其實是一本書來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難怪我看到其實 我看到盒子上面都有印著 story of love 沒錯 對 沒錯 對 Story of love 那你一開就看到鮮花在裡面 那我們是這樣去present這個product 即是可能男女朋友 當我收到的時候 以為你為甚麼送個箱給我 就這樣給我裝些東西 但是打開 原來是花來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surprise 還有第二個surprise 就是它裡面其實就有一條鏈 這裡是看到一條鏈 是 剛才剛剛就說過 其實除了花可以做主角 這裏就花是主角 但是其實它配上一個 頂 對 一個手鏈 那你花沒了之後 其實你也有一個 momento 一個紀念品 對 而且我看到其實剛才的手鏈 配合了花 他們的顏色是很像的 就是眨眼看上去以為 正是只有花 但其實看真點 是會看到有一條手鏈 甚至乎手鏈上面的 吊色是花 對 對 我們就特別這樣選擇 來配搭 但其實這條手鏈 剛剛放在那個位置 它是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勾住它 還是怎樣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我們會在那個 因為這個是木箱 對 我們就會在裡面 有一個很小的釘 可以用手鏈 就是這樣 對 就不怕說它 因為始終你帶它 送給別人的時候 都會有動動的 對 那旁邊這一盆呢 旁邊這一盆 我現在在這個角度 看到它是一間小屋 是的 我們有時候 在香港其實買一棟樓 就很難的 這個呢 對 不是 這個其實就 可以表達我們 我們對這個願望的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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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就買不到了 我們給點承諾 自己的男女朋友 對 我們將來就要 為這個目的去努力 去買 但現在暫時我們就 先買這個 對 但其實這兩樣又不同 剛才那個就是一個木箱 就預意著我們 會有很多故事 在拍拖的時候 但這兩樣呢 如果真的送去當作禮物的話 其實是 什麼場合 或者 什麼節日 會比較 送得 又容易一些呢 我其實就 已經想到很多了 嗯 其實呢 平時就這樣 植物就很悶 是 很多時候我們 看到譬如 一棵植物 入買一個 盤 雖然都可以做禮品 但是那個 意思就 比較少一點 我們有時候可以 有個盤景 這樣 講個故事 剛才就已經講了一個 很好的故事 我們向著這個目的去努力 我覺得又可以做一個 housewarming 的gift 就是你真的 有人買到屋男的朋友 搬入新居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的禮物 嗯 而且很漂亮 剛剛可能 朋友真的搬新屋的時候 在家宵方面當然會準備 但是可能擺設方面 他們還會慢慢去準備 在這個時候 就窩心地送一盤 這樣的禮物給他 他又可以放在這裡 有漂亮 又有寓意的 但是其實一般 如果去 就是去擺放一個 這麼漂亮的盤 在這裡 其實要用到 幾多種 就是不同的花 或者是可能 有些葉 會用到幾多種以上呢 其實呢 植物方面 我們一般會保持兩三樣 就不用多 因為有時候多 反而太複雜 就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太多東西 反而就搶了 對 太漂亮的 植物呢 兩至三種 這裡就有看到 這些是椰子葵 迷里的 這個也是真的嗎 對 全部是真的 這個叫做迷里椰子葵 我們這裡有ivy 就是常春藤 最下面這個呢 就是白色的網民葉 這些所有的植物呢 因為都是放在家裡擺設 尤其是放在辦公室 一般都是室內的 我們就特別有選擇了一些 適合室內的植物 放在這些 那我們聽了阿珊 和我們 幾乎介紹了 有什麼款式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聊 我是香港青年生動的主席 陳志豪 祝Aplus生日快樂 電量高 專利設計 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 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體 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爆暗瘡 出濕疹 上失臉 食藥食到灰 中西醫藥搞不定 天然療法 是你唯一希望 Amax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過剩 韓式閃耀 盡在Design In Me 咦? 沒有人喝味 用了多樂士嘉麗安環保七 美國製造 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 還有全新推出的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北印度咖喱 新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天然純正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滋寶 養身 東俊燕窩裝 撕裂細緻影像 全新二千萬像素 Samsung NX200 八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 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e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購物天學 繼續有我Martina 和我們今集的嘉賓阿珊 上一節阿珊 已經和我們講解了 關於這個花作為禮物 也和我們分享了兩盆 很精美的花盆 其實阿珊 這個呢 我看到它是一個瓶子 裡面裝著 是不是棉花糖了 是呀 其實除了我們要用一個花 來作禮物之外 其實這個瓶子 也可以裝一些 直接是棉花糖 可以讓小孩子很開心的選擇 沒錯 但是其實一般 如果以這個 可能棉花糖 就比較顏色上面有不同 它就會配搭 是不是就這樣綠色 有些葉在 還有一個 顏色不會太鮮軟的籃 已經足夠了 是的 如果已經有一個 顏色那麼長的禮物在裡面 那我們就要配搭一些素色的東西 OK 其實食物和這個花配搭 也都是不是現在是非常之流行 是一個trend來的 都是 但是其實這個瓶子 是可以裝一些 適合修禮人的任何一件事 譬如我知道 Martina喜歡棉花糖 那我就想哄你開心 那我就裝棉花糖 然後隔壁又配搭一些花 譬如我送外母 我媽媽 我奶奶 裡面裝著錢 對 錢 它又特別開心 除了花漂亮 它會笑之外 那個卷親 你還喜歡的東西 又笑得更慘 其實我們真的 可能專注在 當我們有心思去鋪了一個花 或者是籃子出來 有個瓶 裡面就真的視乎你送給哪一個人 他究竟喜歡什麼 就放進去 就可以送給他 但是會不會說 在這個籃子上 再加其他顏外的花上去 是可以的 那你是不是有個示範 我看你準備了一些花 其實這個籃子 我們覺得主要的概念 是我們稱為customization 那這個瓶 原本是空的 那我們就可以 就剛才這樣說 就放一些對方喜歡的東西 沒錯 那連一些花 其實都可以customize 就是說一些特別的東西 沒錯 那我就準備一些東西 可以show給你們看 對 我就看到其實 即是觀眾現在可能看不到 但是呢 我們就可以 給觀眾看一下 這瓶並不是普通的花 其實大家看清楚一點的話 它上面印了franky 在這裡 其實除了franky之外 就好像阿珊 你剛剛所說 可能有些說話 我們是想說的 這樣可以印上去的 對 沒錯 除了可以說一些說話之外 有時候我們一張相 一個picture 就可以說更加多東西 那 譬如這張相 這樣 一個親子的一個鏡頭 我們都可以 很漂亮 可能我們送給家人的話 就是全家福 這樣算 沒錯 沒錯 我看到 我們那些花 其實都可以 把照片做上去 是 這樣 即是 即是除了字句之外 其實是相片 一個樣子 都可以印上去 沒錯 沒錯 其實這個效果 人家收到之後 除了花漂亮 有這樣的效果 拼在一個message的時候 人家的反應是 哇 這樣 很驚訝 因為起碼 你平時 就這樣看上去 就算花禮物 都是比較常 我們都會聽過 又或者是不同的人 可能都會收過不同的禮物 但問題是 你將那麼多 種種包含著的東西 還要有自己的樣子 加上去 就真是別具心思 是啊 那你可否示範一下 如果我們去 真是插花 剛才提過 因為自己不太懂的話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亦都不知道 怎樣才可以令到它漂亮 那你可否給一點提示 或者教一下我們幾招 一點提示 好 那我們首先加了一些襯花 我們這裡就用了白色的玫瑰 是 如果是白色的 就配上一點顏色的襯花 我們剪花的時候 就要這樣 斜腳斜 對 就可以喝水喝得好一點 哦 這個就好像一個公園 就是草地 有一點點花仔 我們就做一點這樣的效果 其實無論剪什麼類型的花 我們都是斜地這樣剪 沒錯 令它吸收的水分 就會吸收得好一點 沒錯 沒錯 我們拆花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巧妙 我們叫做 Golden Rule 是357 譬如一些地方可以密一點 是 有些地方密 有些地方梳 有一個節奏 不要太密 全部都密 對 就會好像看上去 就找不到一個重點 對 就覺得一看就是成大片 對 我們這裡 前面就大一點一串東西 一串花在這裡 後面這裡就少一點 357 這裡當七 這裡三 我們後面就一個… 原來是這樣分357 我剛才還誤會了以為是… 三段 三段 不是 有一個比例 OK 那這個花呢 因為它有訊息 這樣 我們就要向… 它要向直 OK 那又是打斜的 那哪一隻是你想主角的 你就… 最高 是 OK 可能我們現在這樣看到了 那這個就是主角了 就會見到… 打斜啦 就會見到就是剛剛最有心思的上片 在這支花上面 對 我們再轉過來 開一點點 有沒有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剪也會有分 可能剪短一點 或者長一點 那在插花的時候 會不會說都一定要有些長 有些短才為止漂亮呢 對 那又是357 就… 如果它最高 那大約多一個高度 嗯 就有一個是中的 啊 因為剛才這裡就是7 那就是最多的 那也是它的主角 就是我們說上片這一支花 也是最高的 嗯 那我們… 做完這個都可以給觀眾看看 好 是 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好 好 那觀眾可以看看 那無論是上片 即是可能你一看 根本不用說平時我們寫一些小卡仔 就說是誰送給誰的 其實你看樣子已經知道了 是… 那上講的說話也有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圖案仔 有時候我們有些公司客 他會想做些… Marketing 對 他的Logo 我們也有做過一些Event 將他們的Logo 擺上花 也是同一個意思 就說不用寫到明了 其實你看 已經看到 知道它究竟發生什麼事 對 沒錯 那看完這個這麼漂亮的示範 旁邊這個也是瓶仔的形式來的 我們這個就是叫做玻璃溫室 其實它是一個很科學的產品 為什麼 它是用這個水 它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面 它自然會在那裡自己會循環 循環 再加水 這個產品就最適合我們這些住在都市人 即是我們要上班 要很多東西很忙 晚上又要Party 所以就忘記家裡的盆栽有少許淋水 沒理由說不行 不好意思大家 我趕時間回家淋花 沒錯 那就需要用到這個了 對 它的巧妙之處就是 它半年就淋水一次 對 非常之適合 對 但是有沒有說 一定要是哪一種植物 才適合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 有兩個規定 一個就是它要適合在室內 就是用室內光 我們會選一些適合的植物 第二個 我們選擇就是 不可以有那些厚炎的植物在裡面 因為它是潮濕的 如果太濕的話 那些就會爛 另外這裡還有一盆 是比較像 我們剛剛上一節的 屋仔那一盆 還有最令我留意的 其實是 旁邊這裡 有一支 類似溫度計 還是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發現 蓬盆也好像有一個這樣的物體 其實它是什麼 其實我們 那些是 我們 用它來量 量盆栽裡面 夠不夠水 對 可能我們肉眼看 未必知道它 裡面 究竟我們需要不需要再加 對 經常客人都會問 我要淋多少水 要加多少水才夠呢 這個針有很大的功效 那裡有三個部位 你看到現在針在中間的位置 剛剛好 有時候我們要出去旅行 針水到最高的位置 差不多兩星期不用再淋水 另外 在我身邊這一盆 就是我們最常見到的一束花 那這個有什麼特別 這個呢 我們就是想跟大家說 現在的trend 會是簡約 還有比較西化 還有配襯 就簡單 高貴 高貴很清雅的感覺 這束花的感覺 就是體現這些 趨勢 是不是trend 現在我們是用了 主花就是有兩種的 一個就是白盒 還有藍色的壽球花 還有有一陣很香的香味 是類似下面 白盒下面的剪刀辣的 哦 原來你們 麻煩知道我坐在那裡 都聞到一些香味 我就看見 除了這個這麼高貴 大幫的發出之外 其實你還帶來一盆 是比較上 黑色 綠色 跟剛才我們看到的白色 好像相反一點 就好像型一點 冷好一點 這一盆 其實它下面那些是沙石 很多人 對 我們下面用了一些彩沙 這種配色的方式 又是 好像剛才那樣說 是向著配色簡單 我們不是太複雜 用了一種植物 這種植物它叫做石蓮 石蓮 我們設計的這個產品 比較適合男士收的 你看見的顏色 綠色和黑色 是一個比較 有男性的一個配搭 而且因為男士是比較 一般 都是型一點 冷好一點 我們送花那方面 又覺得好像 不知道搭不搭 反而這一個就是 顏色 無論顏色和上面的花 都是很配搭 很適合送給男士 是 就不怕是送花 還是不送給女士 沒錯 我們聽了阿珊 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關於花的心得 亦都過了我們幾天 知道怎樣可以 插到一盆花是很漂亮 首先很感謝阿珊 多謝Martino 如果觀眾想看回 我們節目重溫 就可以瀏覽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是大家有智能手機 就可以上這個App Store 就可以下載Aplus 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我們的節目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跟觀眾說再見 拜拜 拜拜